各位同志 各位常委 拜選請辭 這是我的承諾 共同的動作 謝謝大家 必須要痛定思痛 全面的檢討 唯有真正的反省 改革 我們才能夠重新迎回人心 雖然我離開了 但是我期許跟大家一樣 我們黨未來的領導人 必須要能夠提出改革的理念 才是關鍵 而改革的理念 是必須要能夠爭取到 社會大眾 跟所有黨員同志大家的認同 是一個權位 它是一個承擔跟責任 我們希望真正對整個黨能夠深切體會 對黨有感情 甚至將來知道黨改革方向的人 然後出來領導這個黨 能夠團結這個黨 甚至能夠了解民意 積極地來讓黨從我們這次的挫敗中間重新站起來 主席加油 中文字幕 李宗盛